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讨厌的台风 好乐好乐的一天 海上伸出了一只云 大口大口的吞着海洋的热气 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一只追着一只的尾巴 一只又追着另外一只的尾巴 它们在海上细细追逐 旋转 绕圈 越来越多 越长越大 一个新的台风在海上诞生了 这是呼呼吼的第一天 第二天 呼呼吼军团 经过了一座小岛 嘿 只要是我们喜欢的东西 就通通带走吧 呼呼吼 调皮捣蛋的它们 带走了种子和小鸟 第三天 台风遇到了小船 呼呼吼军团 把小船团团包围 海面搜紧 海面涌起一阵阵的大浪 船上的人都害怕的直发的 喊着 台风真的好讨厌哦 好可怕 但是 呼呼吼并不在意 它们的眼睛射出一道道的闪电 继续大口大口的吞着海洋的热气 第四天 台风就要到城市里来了 城里的人们忙着准备 喊呼呼吼作战 大家慌张的奔向超市 讨厌的台风还没扫光城市 大家已经先把架上的食物搜刮一空了 快点快点 我们赶快去买 买东西 买食物 买存粮 要不然台风来了 我们会没有东西吃 嗯 快点快点 赶快哦 柚子园里的农夫们也忙碌着 叔叔阿姨 弟弟妹妹都来帮忙 抢在呼呼后 摘下柚子之前 赶紧的 先把一颗颗的柚子 从树上摘下来 忙碌的农夫说 吼 台风来了 真讨厌 第五天 呼呼吼 台风来了 来不及逃回家的行人们 张开了雨伞 和呼呼后 正面对决 哎呀 我的 我的雨伞被吹走了啦 这个雨也太大了 啊 讨厌的东西 嘿 讨厌的东西 就统统拔起来吧 呼呼吼 台风拔起了屋顶和招牌 在空中玩耍着 大家都说 吼 实在是很讨厌的 真讨厌 很恐怕的同胎 但是 呼呼后 一点都不在意 就连躲在屋里的人 呼呼后也不放过 他们用力的敲打 每一串紧闭的门窗 狠狠地盯着屋里头看 并发出低沉的声音 呼呼吼 房子里的人都战斗着说 啊 好可怕 好可怕 好讨厌啊 现在整个城市 已经变得一团乱了 但是 呼呼后 还是一点都不在意啊 他继续地往山里前进 呼呼后 造成城市积水 大家都要躲在屋顶上 等待救援 救援队 乘着小船 一户一户地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第六天 台风要来山里了 乌鸦在天空盘旋 大喊着 啊 啊 大家快躲好啊 啊 平常呱躁的青蛙 都吓得不敢说话 螃蟹们都从溪里逃出来 往山里面爬 蜘蛛赶紧地收起 它们的网子 老鼠 松鼠 已经躲进了树洞里 还存放了一些小米 呼呼后 台风来了 调皮的呼呼后 用力地摇晃树枝 树干 对着躲在山洞里的动物们 低吼鬼叫 山谷 大树和动物们都对着台风说 真讨厌真讨厌不要再来捣蛋了啦 真讨厌台风赶快走 第七天 台风被高伤 挡住了 无法再继续前进 呼呼后军团 着急地不停绕圈打转 它们突然很想念大海的家 全部都大哭了起来 这一哭 呼呼后军团 越变越少 越变越小 身体都化成了眼泪 流到山谷里了 现在只剩下一只小小的呼呼喉 刷 刷 嗯 怎么会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呢 原来不知不觉中 流出了眼泪 已经变成一个小湖 它站在湖面上开心地旋转 就像回到大海的家 小小的呼呼后 闭上眼睛 微笑地说 啊 是山里的海 终于 风雨都停了 山里的动物高兴地 跑出来跳舞庆祝 原来 大家都不喜欢我啊 呼呼后 这样说着 真的 没有人喜欢台风 是吧 这时 湖边传来一个小小的声响 是呼呼后 从小岛带来的种子发芽了 还有 第一次见到天光的小树苗 也轻轻摇摆着身体 舒服地升起来哟 阳光灿烂的一天开始了 海上又有新的云诞生了 偷偷 偷偷养只小台风 调皮的台风敲打着每一双紧闭的门窗 这时候 有一只小台风 呜呜 被沙沙 一把抓进了屋子里 沙沙是一位小女生 慌慌张张的小台风被吓到了呜呜呜呜呜的大叫 她使出到最可怕的招式 又是刮风 又是打雷 把房间弄得一团乱 但是沙沙就只是瞪大的眼睛 盯着她说 你一点都不可怕 无计可施的呜呜 沮丧地放声大哭 屋子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了雨 沙沙对着她说 不要哭不要哭 我们一起玩啦 沙沙将浴缸放好热水 邀请呜呜一起打水仗 还加了很多的泡泡哦 屋屋最喜欢捣蛋玩耍乐 现在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哦 他们会一起出去兜风 屋屋乱吹风 把别人的东西给吹走 造成人家的困扰 然后也把每片树叶都翻了面 让叶子气得咻咻地叫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躲在窗边发出 嗚嗚嗚的怪声音 结果吵到别人都睡不着 早上上课的时候 屋屋也跟着去上学 还和莎莎一起参加了运动会 乌乌帮助他跳高 丢球 然后上课的时候 老师则骂同学 乌乌一下子就把生气的老师给卷走 妈妈打扫沙沙的房间的时候 对着沙沙说 沙沙 你房间是在做红胎吗 怎么搞得一团乱 请不要担心乌乌 会把生气的妈妈卷走 没有人不害怕手上拿着吸尘器 正在打扫的妈妈呢 妈妈打扫完之后 沙沙一脸得意的说 哇 现在看起来好整齐哦 当然那是妈妈打扫的啊 小朋友 自己房间要自己打扫哦 沙沙跟乌乌 他们每天开心的玩乐 但是不知不觉 冬天要到了 天气一天比一天的冷 可怜的乌乌 没有办法住在寒冷的地方 越是发抖 身体就越变越小了 最后因为受不了 天气的变化 乌乌乌乌就离开了 莎莎的身边了 莎莎好伤心哦 对着乌乌说 乌乌乌你不要走 我很喜欢你的 但是乌乌还是得要离开咯 小朋友想想看 因为住在台湾 每年到了夏秋之际 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新闻就会报道 有台风的动态 这是我们台湾常见的 海岛上的日常 每年约有80个 台风在地球上生成 但是不是所有的台风 都会变强的哦 那么台风的一生是怎么样呢 第一到三天 它开始孕育 热带海洋上形成了热带性低气压 高温的热带海面 海水不断蒸发 在低气压内 产生的积与云 越来越壮大 这是孕育的第一天到第三天 第四天到第五天 它的低气压壮大了 对流就旺盛 当中心风速每达17.2公尺 也就是台风 但有一些没有达到就不是台风了哦 第六到第八天 台风眼会慢慢的形成 然后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 会慢慢的朝西北移动 随着大气环流带动 从海洋移到陆地 就称为台风登陆 接着第八到第十四天 之后因为水气供量减少 摩擦力增加 或到达海水温度低的北方 台风就会慢慢的消失 台风的台语 就叫做红苔 台风 红苔 所以小朋友们 遇到台风的时候 外出都要小心哦 好啦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了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晚安